NBA直籃季后赛本都正式进入四强大对决 最被看好总冠军队伍勇士跟骑士各自拿下第一胜 不过火箭跟老鹰也不是省油的灯 激烈的七局对阵中哪一队胜算最大 马上来看NBA Showtime体育特派员时间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记者叶洪志 欢迎回到体育特派员时间 那么NBA接下来已经打到了所谓的四强战 到底这四强战有什么样的看头 我们也帮大家选出了三大热门话题 那么第一个当然是荆州勇士队对火箭队 到底的MVP之战 接下来会是谁胜谁负 我们要来帮大家做一个分析 而第二个就是张皇老邦娟斯 竟然在第一战对战老鹰队的时候 创下一个历史记录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录 我们要帮大家来看一看 而最后就是火箭队为什么能够胜出快艇队 到底这个圣鹰在哪里 有没有可能持续到对决勇士队的身上 我们也要帮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所以马上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目前NBA季后赛最新的比赛结果 NBA季后赛西区的比赛结果 最后由火箭队以4比3 击败快艇队晋级 结果让许多专家都跌破眼镜 而在之后呢 却与荆州勇士队的第一场对决当中 则没有意外的把第一胜 让给了有主场优势的勇士队 而在东区的比赛部分 老鹰队以4比3击败了巫师队晋级之后 虽然拿到了主场优势 不过却也敌不过拉伯朗卷斯的优异表现 最后以1比0输给了骑士队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东西区比赛的最新结果 看完了比赛结果之后 我们首先就要来分析 到底这两位MVP等级实力的 也就是Steven Currier跟Harden 到底谁的实力比较强 那么其实呢 我们用一个统计的图表 那就是由联合晚报所做的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他在得分项目上 还有篮板项目上 甚至是抄截项目上 其实呢这两个人呢 都是势均力敌 也就是有所谓的寄生于和声亮 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在实际的比赛部分 到底这两个人的投篮 或者是得分 是怎么样得的 我们经由比赛画面 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那就是Steven Currier 虽然他一开始有落后的情况 那就是由Harden所领导的 接下来在第二节出的时候呢 竟然可以追到所谓的12分14分 甚至一度领先到16分的局面 不过呢很快的竟然在 也是第二节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马上就被浪花兄弟这两人组 竟然两个人就攻下了18分 那么也因为浪花兄弟呢 在中场呢把整个比数拉近之后呢 到第三节跟第四节 甚至呢不断的用三分弹来做一个进攻 所以最后呢就可以奠定了圣机 而第二个大家热门关心的话题 我们首先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这图表呢代表了就是LeBron James创下了他个人得分超过30分 而且呢助攻呢跟篮板呢也超过了五次以上 他呢在NBA历史上拿下了52次 这样子一个精彩的成绩呢 不只呢超越了Michael Jordan 同时也超越了Kobe Bryant 而为什么呢能够拿下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 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他在对战老鹰队的时候呢 在最后57.4秒的时候呢 这暂停之后呢 他个人决定又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进攻方式 而这个进攻呢由于相当的威猛 所以甚至呢让老鹰队的队员不敢防守禁区 因此呢演出了一个所谓的很夸张的 竟然是闪避LeBron James这样的画面 让他单手抱扣灌篮进分 得分这样一个情况 而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谈到了 到底呢为什么呢快艇队呢 会在整个系列战中呢 输给了火箭队 而其中一个关键呢 其实呢就是在第四战第五战第六战之后呢 这个教练呢发生了一个错误的几个决定 所以呢我们先透过图表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快艇队的胜率呢 一直呢都是保持在所谓的八十六 甚至九十几八十几的这样一个数字 到最后呢就是因为整个教练的一个操作 以及这个战术的错误呢 所以导致了火箭队能够有逆转胜的成功 而这火箭队的成功呢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呢 那就是其实哈登如果不上场的话 火箭队表现也是不错哦 所以呢有没有可能在对战靖州勇士队的时候呢 如果他这个表现状况不好的话 真的是让他下场休息 其实搞不好也是一个考量的战术之一 而最后我们就要来谈到了 那么就是这一次的NBA亮眼Superfly 我们要颁给哪一队 其实我们这一次不颁给队伍 为什么呢 因为呢整个NBA呢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四强赛的一个最后局面 那么呢根据了一个统计的图表 这最新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呢打进了这四队 不论哪一队最后拿下总冠军 都是一个历史记录 而且这个历史记录 有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得过 尤其是呢骑士队 老八郎卷所领导的 这在NBA历史上 从来没有拿过总冠军 所以呢不论是这四队 哪一个拿到总冠军 其实都已经缔造了所谓的历史记录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亮眼Superfly 我们不颁给个人 我们要颁给整个打进 NBA季后赛的四队精彩的队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看完了NBA比赛之后 我们要提醒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的NBA体育特派员时间 我记得叶永志跟李中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